30岁小鲜肉望做丑男。坦言,没有包袱,多合秃都行。 日前,演员刘俊谦就出席了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的一个万表品牌活动,一身型男装扮的他就透露自己最近爱上了做体操跟调环,这么高难度的运动,相信刘俊谦除了希望可以练到身形的同时,也都可以练到手脚的协调度。 他就笑说,玩调环确实好高难度,因为觉得做gym好闷,只是练到个身形,伸手未必灵活,喜欢灵活一点的,平日也都会跳舞。 不过一直以帅气形象是人的他最近拍摄的新戏则需要他扮丑男,挑战自己。 原来他在《教书》中是饰演一个颓废的教师,同时还需要扮丑,他就说,我都找了些教书的朋友聊夏天,他们心态原来就是这样,教书好多年,为了份量,没什么教育热忱,其实都反映现实,但剧情是好笑,不严肃的。 我就是最想脱离这些帅气情男的样子,做戏经常都是饰演这些好闷,没有包袱,多合图都行。 其实说到刘俊谦,1988年生的他曾在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毕业,从小便热爱表演的他在大学期间也是主修表演。 在加入到娱乐圈后,他也都参与拍摄了不少的剧集,譬如《Wii U》、《Key Park》、《望幽理发店》、《申宿2》、《一命都不能少》、《午夜伴郎》、《马嘉烈》与《大卫》系列。 《前度》、《未来还未来》、《深厚事务所》等。 除此之外,刘俊谦也都热衷于舞台剧的表演,包括《虎斗》、《谋杀现场》、《电子城市》、《Who is next》、《马克白》、《前度》、《在牛池弯转角遇上彩虹》、《天边外》等。 而他以黄色滑舞台剧前度而为人所熟悉,还评级《天边外》夺得了第九届香港小剧场奖最佳男主角。 据悉,刘俊谦刚刚刚又接拍了他的首部电影,虽然暂时因为机密的原因未能透露,但相信刘俊谦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,期待。 又一TVB小花红了他演了五年绿也没机会上位,如今有望做女主角吗? 在TVB数百名艺人,小花真的无数。 在TVB这一个大家庭,能上位做一、二线花旦,新近小花的寥寥无几。 所以在这里你时不时可以注意到一些酒味上位的女艺人,身材好,样貌也不错,却一直只是做绿叶角色,大多做主持工作居多。 这其中,林永桃就是一个代表。 最近他红了,在香港网上和讨论区热议话题极限上升。 为什么呢? 且先听我介绍介绍这个TVB小花吧,林永桃2012年度香港小姐竞选的落选女艺人之一,入行接近六年的时间,是TVB基本合约女艺人,也就是非亲生女。 目前除了做演员,就是做主持人工作。 他从第26期TVB训练班毕业出来,没有多少机会得到力捧,没资源,没关系而且不突出,所以这些年下来除了在多部TVB港剧做客串的工作,演一些病人、女工、不良少女、妓女等诸如此类的绿叶角色,就没多少重要戏份的角色了。 而让他在这些年来一点点积累人气,是TVB的综艺节目。 他客串,他客串,靠好身材吸引了宅男无数,同时客串了多个节目做女嘉宾,早些年就已经是TVB的小花女神一枚。 而最近让他彻底走红起来的,是东张西望。 这是一个TVB的热门新闻短节目,由女小花做主播和外景主持人,这段时间呢? 李永桃就一直都是外景主持人之一。 最近就因为他,TVB东张西望这个节目收视持持续上升,话题热意无数。 为什么呢? 原来就是因为林永桃,他多次在节目中穿著贴身背心做访谈,多种不同风格凸显了他不错的青春身材。 让无数网民开始留意到他,的确,一个美女做主持,很是吸引观众来看节目。 其后关于他的背景资料都被扒了出来。 林永桃曾经接受过TVB人系男星主持的公子会节目,自保他有一个相恋了11年的男朋友,自己在年少时还是主动追的他,俘获到他的心后一直在一起。 所以,现年28岁的林永桃,也就是在17岁,恋爱到现在男友没换过哦。 这样的女朋友哪里找?TVB给我一个吧。 不知道TVB是否会对这样的女艺人,重点力捧呢?有机会上位做主角就好卡。 十年间从二个人变五个,TVB绿叶南眉集会上位但收获了爱情和家庭。 有什么比得过一个团团圆圆的家庭呢? 每个人生在世,都会从一个人走,到两个人一起走,到后来有了孩子,就变成了一家三处四处五口。 接下来的人生,一切都会围绕一个家庭而走。不需太勉强追求大富大贵,但求幸福快乐就行了。 就好比TVB绿叶南和TVB绿叶女,陈琦和胡诺颜。 一个TVB圈中很多人都知道了姐弟恋,今年40岁的胡诺颜和44岁的陈琦,两人在20多岁的时候相恋,相恋了七年的时间,于2009年设宴结婚,然后就这样,一直走到了今天,就像那首歌唱的,往后余生,风雪是你,平淡是你。 到了今天,胡诺颜在TVB仍然是绿叶,配角一个,始终都是没机会上位。 而陈琦则是在去年3月份宣布约买离开了TVB,目前转行从商搞call,两夫妇不比其他一线明星大富大贵,但一直都是低调,恩爱的。 不然,也不会一连生下三个孩子,2009年9月生下第一个女儿胡芷玲,2012年生下第二个女儿胡芷悠,2016年生下一个儿子胡浩坤。 从二个人走的路,变成了现在五个人,生活以后会有更多压力,但都要开心,正能量的去面对啊。 这一点,相信作为一家之主的胡诺颜是深有感触的。 她作为圈中出了名的爱七号,日前在难得休息期间,便带着老婆和三儿女一起去了新加坡度假,日前更是在社交网上晒出了她这个恩爱的大家庭合照。 她也是突然有感规的留言,在十年前来到这里只有我和太太成奇,今天再来就已经是五个人了,这里的五没变,人数变了,但是呢情可不变。 哇!这样的花式秀恩爱,也是让人羡慕啊。 不过也是难得,陈奇和胡诺颜到了现在都已经过了四十岁这个坎了,度过了七年之痒,也历经了生娃,带娃最苦的时候,依然过得快乐、幸福,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 作为TVB绿叶的胡诺颜,其实真的很有潜质,TVB还是多找机会力捧她吧。 前TVB绿叶男给女友十多万开时装店,离朝卫寻求更多赚钱机会。在TVB,混得好的就吃香。 混不好的,那就会花费十多二十年的时间,在TVB这里默默做一个配携,绿叶,为港剧增添更多的特色。 但同时牺牲的,就是好像一个普通人活住,不会像一二线明星一样赚更多钱。 加入TVB已有31年的黄德斌,就是一点行例子。 1987年加入TVB的男绿叶艺人,黄德斌,和大多配角艺人一样,在多部港剧中都是出演的路人角色,如《金之玉孽》的《小鹿子》,《国武黄沙》的宋东阳,去年是《徒刑者2》的《黑帮老大》,现年54岁的他,是越老越有魅力了。 但同时,也是深感在TVB再无多少出路了。 去年10月份,他和TVB正式完约,之后以自由身闯荡娱乐圈。 当时他离开TVB的时候,不少网民大叹可惜,不过他的想法我觉得是对的,毕竟再这样下去,TVB也不会力碰他, 他也过了在TVB做一线演员的黄金期,与其继续留在那里,还不如出来闯荡一番呢。 现在的黄德斌,也是有一定压力的。 他曾经就公开表示,希望自己早日事业有成,成家立事,和女友相恋多年,希望可以给到他稳定幸福的生活。 为了帮助女友,她在几年前,就拿出十多万给女友在尖沙剧开了一家时装店,让她过上小老板娘的生活。 日前,许久不见得黄德斌出现某个广告活动上。 受访时透露,现在的他比在TVB的时候更自由了些,今年除了接拍网剧之外,后面还有电影要接拍,而且现在也有公司正在跟他洽谈,赚钱的渠道也是多了很多。 所以平时除了忙于女友的时装店外,更多是专心工作。 记者问道,现在是否比以前在TVB的时候赚多了些。 黄德斌表示,目前只是离开了TVB没多久,一年都还没有,目前就属于还可以的状态,但他表示有意进军好莱坞发展。